新店国小周边空间活化参与式预算 10月22号举行投票 包括新店区长林黄元 新北市议员陈怡君等人 都前来投下珍贵的一票 而从上午开始 就陆续有许多民众是特地前来 甚至有家长是在孩子的影响下 全家出动一起来投票 直到下午4点投票截止 随即也进行了开票 最后是由174票的 推动碧坛艺文园区委外规划 以及165票的爱恋碧坛 这两个案子获选 新店国小周边空间活化参与式预算 10月22号举行投票 分别在国小路的校长宿舍 以及新店捷运总站设置的投票点 从上午9点开始到下午4点 只要是年满18岁 在新店区涉及居住或工作都有投票权 一早不少在地民众特地前来投下珍贵的一票 对于以参与式预算决定地方建设的方式 都表示相当认同 都很精彩 不过就是要对我比较有利的我就会投票 那你觉得用这样的模式的话 对于公共是真的参与 很不错 对 让住在这附近的民众能够多参与 能够激发大家的创意 由于这次新店国小也以校内争选的方式 推出了两个案子参与 让公民教育可以从小扎根 而孩子无形中也影响了家长 连带着爸爸妈妈都一起来参与公共事务 今天是特地小朋友交代说一定要来投票 所以对赶快来投 那你觉得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可以决定一些地方上面的一些建设感觉 我觉得很好啊 还有小朋友可以一起参与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新店区区长林黄元与新北市议员陈怡君 趁着空档来到了投票现场 两人分别签选了各自鼠疫的提案 并且将选票投入票项当中 新北市议员陈怡君指出 这五个多月来从一开始的意见相左 磨合再到共同努力 新北市城乡局扮演了重要角色 许多承办人员无私的付出 让他感到非常感动 以前那时候文史工作者 刚开始也是很生气啊 怎么是让外面的外地的社团来乘坐这样的案子哦 那我们跟城乡局去沟通 包括他们把这些这个公关公司跟我们的文史工作者呢结合 我相信他们这半年下来应该对我们新店很有感情了 也舍不得离开了吧 很高兴就是大家都一起出那一份力 不只是我们民间的力量 我们这些文史工作者的力量 我们信念在地的人力量 包括我们新北市政府我们的公务员 如果每个公务员像他们这样子的话 你就会发现他们以后破坏出来的一些企划 不会是冷冰冰的 这次一共有九个提案 每位民众都有三票可以选择 最后会依照总得票数选出两个案子 但由于九案都各具特色 因此不排除未获选的其他案子 将由其他局处或公所接手办理执行 我刚刚也跟陈湘喜这边来做一个了解 新北市政府希望说 除了今天的第一高票第二高票之外 其他另外有七个提案都是非常棒的 这些我们也可以在未来再执行的过程当中 把他们好的点子 不一定是陈湘喜包括公所的部分 其他部门的部分都可以把它纳进来 投票日当天也立即在国校小客厅进行开票作业 一共有434位民众投票 其中国校里 新店里 张南里 这三个核心里 全选票数有470票 投票率约8.2% 开票结果由获得174票的第三案 推动必谈一文园区委外规划 以及165票的第二案 爱恋必谈获选 而这两项提案 未来将会由新北市城乡局实际执行 记者杨邦友赵方奇新店采访报道